越南历史上曾北属中原 越南人是什么民族与汉族是否有关 越南是中国的南方邻国 在历史上越南北部也曾长期是一些中原王朝的领土 而且越南人的长相和中国人也比较接近 语言里有些词汇也和汉语差别不大 那么越南人和汉族是否有关呢 但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首先恐怕必须澄清越南人这个概念究竟是指什么 越南虽然比中国小很多 但却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其境内总共有55个得到官方认定的民族 而我们口中的越南人 其实很多情况下是指越南的主体民族金族 越南的金族目前约有8100万 占越南人口总数的86%左右 而除此之外 越南还有戴伊、太、芒、夏高棉、苗、农和华等民族 其中的华族其实就是越南华人 基本上可以算汉族 但华族在越南只占人口的1%左右 具体情况下文会详细介绍 但大家知道越南也有华族之后 恐怕也就明白了 越南的主体民族金族 是一个和汉族并不相同的民族 首先基本可以肯定的是 越南现代的主体民族金族 是发源于古代中国南方的百越族群 如果说得更精确一些 主要是来自洛越和欧越这两个百越人的分支 在公元前三世纪 洛越和欧越结成了一个类似部落联盟的组织 在史记里曾将其称为欧洛 公元前207年 欧洛成为了南征秦军建立的南越国的一部分 而在公元前112年 汉武帝发兵10万灭了南越国 越南北部也被正式纳入中原王朝之中 此后大量中原汉人进入南越地区 南越地区的各个百越部落 都与中原汉人有了大量混血 并出现不同程度的汉化 可以说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 那么到现代 恐怕也不会有一个单独的越南民族了 洛越和欧越的后代恐怕也都会是汉族的一部分 但洛越和欧越所处地区可以说离中原最远 因此汉化程度也一直是最低的 而在公元907年唐朝灭亡 中原进入了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 而从公元917年开始 包括越南北部在内的南方地区都处在了割据政权南汉的统治之下 而且这里要提一句的是 其实南汉政权在建立时 国号是大悦 一年之后才改成了汉 公元937年 此时本身已经类似南汉翻阵状态的交址地区发生兵变 原本不太听南汉号令的交州节度时 杨廷义被其属将角攻线杀死 但很快杨廷义的另一个属将无权又发兵攻打角攻线 角攻线立即向南汉朝廷救援 南汉朝廷派皇子刘洪操领兵进攻吴权 却被吴权击败 刘洪操和角攻线都被吴权杀死 吴权在交址自立称王 越南北部彼此逐渐脱离了中原王朝的控制 而此后 越南与中原的交流相对就减少了很多 洛越和欧越的后代虽然在此时 本身已经带有一定的汉族血统 但在此后一千多年里 主要是彼此相互混血 逐渐形成了越南的主体民族 金族 而且后来随着越南领土向南扩展 金族的聚居地 也不断向今天的越南南方扩大 在此期间 他们又和南方的战城和吴戈等地土著混血 和汉族的差异越拉越大 所以越南的主体民族金族虽然在早期 融入过大量的汉族血统 因此从血统上讲和汉族 特别是南方汉族也有一定程度的接近 但因为到现在已经独立发展了一千多年 所以已经是一个和汉族有着明显不同的民族 而且这种不同在语言方面也有体现 金族语 越南语的语系归属 目前仍然有一定争议 有些观点认为它也是汉藏语系的一种语言 但即使是汉藏语系 它也不属于汉语族 而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 金族语属于南亚语系 所以很有可能在起源时就和汉语是不同的 所以金族和汉族并不是一个民族 但如果从越南人这个角度来说 越南人里倒是确实有汉族 而且人数还不少 刚才已经说到越南有54个得到官方认定的少数民族 其中就包括华族 华族目前是越南第八大民族 在2009年时大约有82万人 而越南的华族就是不同历史时期移民到越南地区的华人 也可以说基本上是汉人的后代了 早期移居越南的汉人基本上在后来都与洛越和欧越人相互同化了 也就是现代越南人中那些汉族血统的来源 但他们也促使洛越人和欧越人采纳了汉式姓氏 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后来越南自立之后 还接受过大量来到越南的汉人 但却要求一旦进入越南境内 就不能再回到中原 而且必须与当地人同化 所以在明朝之前进入越南的汉人 基本都被同化进了金族之中 公元1679年 清朝将南民势力完全平定之后 有大约3000名南民移民在几名总兵的代理下 来到越南寻求庇护并得到接纳 后来这些人在越南发展成了一个被称为明乡人的族群 在越南软潮 明乡人是不得与后来的华人族群混合的 在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之后 法国人本想把明乡人当成普通越南人进行管理 但多数明乡人却选择了和后来的华人移民同样的身份 在越南重新成为了华侨 目前闽乡人大约有七八万人 在越南华人中占10%左右 而其他多数越南华族都是清朝和民国不同时期 移居越南的华人后代了 特别是在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之后 因为法国人非常欢迎主要从事工商业的华人移民 所以这一时期的越南华人人数大幅增加 而到1920年代之后 因为中国长期军阀混战 所以华人移民到越南又迎来了一个高峰 但从1950年开始 无论是南越还是北越都出台了一系列强制同化华族的政策 特别是越南统一之后 到1980年代中期 还出现过排华浪潮 导致华族在越南受到了很大冲击 许多人返回祖国或者移民到其他国家 其人数也从最高峰时的120万人 减少到了现在的80多万人 现在的华族主要居住在越南南部 在工商业领域仍然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 而除了华族之外 越南官方认定的民族里 还有两个跟华人有关的民族 分别是爱族和山游族 爱族是一些在越南的客家人 结合奢族和序家人等族群 融合形成的一个民族 爱族的语言和客家话和奢话都类似 也可以算是汉语的一种 不过爱族人人数很少 一千人出头 而山游族自称山谣人 跟谣族比较接近 但现在这个族群中通行广东话 山游族大约有14万人 也可以算是越南华人的一支了 越南从公元968年开始脱离中国独立 此后建立了多个朝代统治越南 这些越南朝代全部都是中国朝代的藩属国 按照宗藩关系 越南君主是不能称帝的 只能称王 但越南君主私下搞了一套外王内帝的制度 表面上对中国君主称王 实际上对除了中国君主之外都称帝 还有自己的年号 要知道 藩属国只能用宗主国年号 所以越南从古到今 都是相当强悍的国家 在越南历史上 就有一个显为人知的越南帝国 这个帝国虽然只存在短短两个月 却对历史有着重要影响 越南帝国首位皇帝 兼唯一一位皇帝 正是越南历史末代君主保大帝 时间回到19世纪中期 当时越南遭到法国的入侵 越南最后一个朝代 阮氏王朝无力抵抗 沦为了法国统治越南的傀儡朝代 阮氏王朝多代皇帝 都是法国人的傀儡皇帝 这种情况持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正式爆发的第二年 法国就被纳粹德国占领 法国远在亚洲的殖民地越南失去保护 当时企图征服亚洲的日本帝国趁火打劫 侵占了越南 但是日本人没有赶走法国势力 也没有去推翻在国都顺化的阮氏王朝 末代皇帝保大帝 保大帝作为越南历史末代君主 他一生先后沦为法国日本的傀儡 面对日本人企图屠杀自己的同胞和控制越南 如果他同意日本人的主张 那越南帝国将会消灭越盟 这样对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 但是保大帝在最后关头做出了正确选择 以和平方式与越盟进行政权移交 所以说越南帝国虽然只存在短短两个月 却对历史有着重要影响 正确选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